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首先看一下它刚 我们上节课搭建了系统的一个框架 今天我们就来配置一下相关的环境 这个环境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方便我们用一些公共的函数 还有就是我们发布版本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设置 首先我们看一下代码 这是我们的一个工程 我们在以前的项目中 像我们打开一下 像我们团购的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我们增加了这几个发布选项 像APPSTART ADHawk ADHawk是什么 我们再提一下 就是用APPSTART的证书在指定的设备上进行的一个安装 Enterprise呢 就是企业版的一个配置 它发布的时候 我们自动使用企业版的一个证书 好的 我们同样的 在我们的优伯项目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这个发布的一个设置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里边呢 只有debug跟release这两种配置 就是我们加一种以release为发布的一个基础 APPSTART 还有一个就是ADHawk 我们自己呢 如果有企业版的话 可以再建一个企业版的一个配置 这样建好了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我们在发布的时候呢 看这里边 它有一个证书 代码签名的时候呢 不同的发布配置 我们选择不同的一个证书 比如是APSTART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选择一个 dispution 就发布的一个证书 然后呢 其实这个证书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我们的一个PP文件 ADHawk 这里边选择我们相应的一个PP文件 APPSTART呢 我们或者ADHawk 我们选择正应的对应的一个证书 这样选完之后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在发布不同的版本的时候 我们这里边构建 我构建APSTART版还是ADHawk版 我选择它 然后这时候呢 我active的时候 这里边我选它 他持有的时候呢 就自动的发布的对应的一个版本 这样我们就不用选证书了 我们一次配置好 相应的发布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边进行个切换 这就是一个发布的一个配置 发布配置讲完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 叫日志输出 日志输出呢 我们同样看一下我们前面的一个项目 我们这里边呢 日志输出 我们定义了一些红 这些是一个一些红 但是在swift里边 它没有一个红的概念 它没有预编译 所以呢 我们先加一个 所以这里边就不能用红了 我们先定一个文件 fisdebat efidebat 这个文件里边就是我们用到的一些 跟我们这里边一样的 用到的一些定义 一些长量 还有一些常用的一些 这里边的红函数呢 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用swift里边的一个全局函数来实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如果我们定义一个 一个长量 如果要定义长量的话 像我们这里边 这里边一些长量字符串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些变量的方式 比如 let loading tip 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长量字符串了 下载中 如果是这是红 对应的是 对应的是一些 你可以写一下长量 对应着oc里边的 c里边的一个红 还有一些函数 像日志输出 这个日志输出呢 就是说我在debug版本 我想输出一些日志 在release里边呢 一定要记住啊 release版本不要打印一些日志信息 这样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性能 所以在release版本下面 我们自动把把印日志的功能给它屏蔽掉 我们在我们的前面的oc里边呢 其实是这么写的 如果是debug版本 我们就输出日志 如果是非正式版本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相当于我们这个红 有什么都没做 也没有输出日志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处理 在这里边呢 我们swift里边 我们要强调一点 他的如何来设置debug 来区分debug跟release 需要进行一个参数的配置 这里边我们搜一下swift swift otherswift flags 这里边加一个 加一个放低 然后再加一个buj 这样我们就定了一个debug的红 这样的话 我这里边就可以定一个 function 定一个函数 fnslog fnslog 它这里边有什么参数呢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定一个message stree 这里边我们就区分一下 这里边我们就区分一下 警号ifdebug 然后警号else 好 如果是debug的版本 我就print 把我的message打印出来 我的比如我的一个log message 其实我们把swift就当成一门语言 不要把它想到有多么可怕 然后如果我们想加加上一个 s function 我们这里边其实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信息 function 就是拿个函数 输出的一个日志 这样我们就加完了 把它改一下 这样我们的这个日志输出函数就 我们编译一下 如果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怎么使用呢 比如我这里想输出一个日志 我这里边就可以掉了 fmslog 想输出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函数了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这是一个日志输出 红的 红的 在swift中如何替换 看一下 这里边 这里边的就是一个 对应的一个函数了 一个日志信息 我们看这里边的fslog呢 我们不想 我们想用调用的这个函数名 翻译出来 我们这里可以写一下 你再把它写一下 function 给它一个默认参数 我们再试一下 这样我们就看了我们这个日志是哪个函数输出的 这里边需要给它一个这里边呢 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不写 好 你看我们我们只是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长量 在objc里面对应的是一个红 红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swift里边就用长量来定义 然后如果是一些日志一些函数红 像这些函数红呢 我们就用swift里边的一个函数来实现 然后swift里边呢 如何来定义debug这个红 我们要记住有一个选项 叫swift 这里边需要加上它才能用 如果我们不加它 我们把它去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时候就会报错了 不报错的话 看我们这里边就会把它虽然不报错 因为我没有定义这个货 所以它会抖这个s 所以的日志也就没有输出 所以我们这里边 要把这个debug加上 不然的话它是没有起作用的 这就定义了debug 这个活 把这个变量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些信息呢 都可以移到 移到我们这里边来 比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这里边 如何来判断这个设备 是不是 看我们这里边 设备检测 就是我如何来检测我的设备 是一个iPhone5 这里边是这么写的 我们在这里边怎么写呢 Ipnc 椅子 可以给它一个返回值 这里边我们可以定一个 定一些 定一些常量了 Ec R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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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一下 UI Screen 我们需要导入对应的一个 UI Core 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写法 好 这是在swift里边 看我们在 我们在oc里边是这么写的 Screenhead是这么写的 大家对应 给大家一个对应 好 Eeve 我这个项目号就不行了 Screen 等于 568 我们就可以retain yes retain tual as return for 好 这就是判断一个设备的函数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其实是一个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 我们现在是一个5的设备 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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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hone5 这里边就给了输出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 看这里边就输出了我们这个设备 这是我们用到的一些常用的一些 方面我们进行开发的时候用到的一些变量 一些判断 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做 还有一个设备检测 设备检测 我们还可以判断 这个设备是iOS设备还是一个 mark桌面的设备 这里面有一个osos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直接来用 我们这些判断是不是iOS设备 我们在 oc里边是用to get osiphone 这个方法来判断的 所以我们 直接在所有的可以用os 比如我们这里边 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一个 行号 if os 好 如果是iOS设备 log iOS 好 这里边进入我们判断的 他已经返回了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上面 我们只是做一个测试 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就是我的一个iOS的系统 是这么写的 如果是mark系统 就写参数 这里边在检测设备的一个设备类型 是iPhone5 还是iPhone 检测设备的一个 类型检测 我们用的是us screen 我们还可以检测操作系统的一个版本 像我们这里边 这里边 写错了 像我们这里边 我们这里边系统是不是低于iOS8 因为有一些函数 是在iOS8以下用的 都能在以上用 所以我们可以有些函数 我们也定义一个全局的一个 文件来定义我们全局的 变量都在这里边 global里边 这里边 我们可以定一个函数 看我们这里边 在oc里边 我们判断一个系统 是不是低于iOS8 我们用的是这种方式 看我们在swift里边 我们已经同样 systerm 还有两种方式 大家可以用 看一下 我们用这种uidevice 我们来判断一下 把它拷过来 系统的一个版本呢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可以定一个 长量 如果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就认为它是 Victim 这里边同样我们把 需要我们把那个用到的 cruik的paw ¡进! and the device setmolution的float 这里边 因为它是一个 大家看一下 可能有点不一样 这是一个stream stream 它不能直接用float value 我们有几种方式 我们可以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定义了 把它去掉 我要使用掉float value 如果减去它 就是 true fulse 我看这里边 not be a floater 这里边 它是一个float类型的 我们可以把它 骗一下 看一下 把它盯一下 let version 这里边可以定义吧 float float version 或者我们直接现在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刚才我们只是为了看一下它的类型 好 这样我们就判断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不是低于我们的一个iOS发的一个系统 大家可以去测一下 这是我们讲了一个这几种常用的函数 日质 逢在swift中里边如何来实现 大家除了UI device 大家还要可以用这个 这个方法里边 这个方法里边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它里边还有一个 Operation System 这个string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结构体 它返回的一个有major 就是比如我们的系统是 这里边我们考过来 它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里边 这个major 比如我们的系统是 8.9.0.1 这里边的major就是9 这个minia就是0 patch 这个version就是1 有了这三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对应的做一个版本的判断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process info是如何来判断 系统版本的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作业吧 好 这些设备检测我们就讲完了 这些相关的一个配置环境 大家可能还需要 因为我们 在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些网络交互的 比如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用的一个地址是一个内网地址 在正式环境中 就是一个外网地址 如果我们按正常的写法来 我们如果就写一个变量 我们有可能在发布的时候把这个地址 忘记了一个修改 比如我们这里边 我们发布的时候 忘记把内网测试的地址改了 这样保证 保证我们程序运行的时候会 线上的版本会出错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大家其实可以定一些 想一些办法 就是说 比如我们定一个服务器的地址 所有address 这里边我们可以判断 if 如果是正式版本 比如我们是 hp不死到吧 信号 else end is 如果是正式版 我们就定一个 正式版的一个地址 比如http 然后三大6.u 如果是测试测试的 我们可以写一个 写一个内网的测试地址 比如 http IP地址 我们写写一个这样的地址 啊 可以写一个函数 啊 这样我们就 一家分割 嗯 嗯 嗯 默认呢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内网的一个测试地址 如果是 app store呢 我就把它封成一个正式的一个地址 好 大家可以看了 我们这样成功了之后呢 如何来定义这个红 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边 那这里边我们加了一个 啊 我们都是加的这个红 啊 如果是app store呢 我们把它改一下 app store 或者是 app store 这样我们在发布的时候 或者我们编译app store版本的时候呢 就用的是这个地址了 这样就防止我们 把它去掉就行 防止我们在发起 比如我们发布函数 或者是发布版本的时候 忘记把这个地址修改 导致我们发布到app store 这样我 这样这个地址呢 就成为内网地址 我们在我们的项目中 重新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 为了避免呢 我们还是 预先把这些基础的一个工作来做好 保证我们的项目的一个正确 啊 这样我们 其实我们可以测一下 啊 我在这里边 啊 看一下啊 server 把它输出一下 在debug版本呢 我们看一下它输出的一个地址 啊 就是这个地址啊 在abc到版了 因为它这个 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我们在这里面 把它去掉 因为刚才我们的那个红呢 在apc到版不会输出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把它用brinter来打印出 这个 为了验证一下 在appc到版是不是使用的我们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地址 好的 它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的俗话说呢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 俗话说是 我们在开始工作之前要先把基础工作做好 就是说摸刀不误 砍拆工 我们基础的环境搭好之后 把这些常用的函数我们都写好了 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拿过来直接来用 就非常的一个方便 大家看一下 把它运行一下 我们主要讲了一个发布的一个设置 还有一个日子输出设备检测设备类型设备系统是什么系统 还有常用的几个函数 global里面定义全局的一个变量或函数 都在global里面 Define就是一些常量的定义 还有ul Define就是一些我们用到的一些网络的一个链接 ul就可以写在这里 好的 因为这个在release版本里面 它是不会来显示这个信息的 所以我们就看我们这里边就是 就是一个我们正式的一个地址了 好的 今天的一个课程主要讲完了 大家下去都去去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